好,我们来开始做实验,我们来进入第二部分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前一堂的课程 那么这个月底呢,有派上自动化的这么一个课 然后呢,还有这个VML的这个谈众的课 还有呢,就是这个安全CCIE的课程 大家希望能够关注 而且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好的话 给我点赞,转发,投币 好吧,我们开始 那么这是我们要做的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呢,需要提前安装微软的域 ADFS证书并且颁发证书 证书服务器和颁发证书 这个请你参考 21年27期的进化论 我今天用的环境呢,是那个环境一毛一样的 是一个英文版的2019 英文版的2019 中文版不是不可以 中文版很困难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看到所有的文档都是英文版的 然后呢,后面有很多的细分的选项 那么都是英文的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彻底崩溃了 就是完全找不到对应关系 就是你难以想象这个英文会 翻译成中文会是个什么名字 就是李崩溃 根本找不着 所以说呢,我专门来了一个英文版的2019 好吧,只是为了我在找英文文档的时候 这样找起来比较方便 中文不是不行 太费眼睛 我怕我出错 好吧,所以是英文版的 主要是因为选项太多 后面那个一旦翻译就我彻底崩溃 我简直受不了 好吧,英文版2019 然后呢,域也安装了 证书服务器也安装了 帮他证书也有了 ADFS也装了 21年27期进化论可以看一下 好吧 那么这个PPT应该是事物巨细 我全部细节 全部都 我其实就到这个点 都 都记录了 我照着这个给你们走一遍这个实验 好吧 好 好 我们准备开始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检查其他东西吧 首先呢 ADFS是装好了的 但是这些 什么信任关系啊 断言的这些设置啊 都没有做 基本上就只是安装 还有呢,证书 那么这是证书服务器的证书 证书服务器的证书 然后呢,这是他的HTTP 他的这个IS的证书 这是ADFS的证书 那么这个三个证书都有 然后呢,域也是 基本上这个空的域吧 基本上也是刚刚装的这么一个域 DNS稍微要介绍一下DNS DNS没有的话会有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在那个2417 21.277里面有讲 需要一个ADFS.QY糖点抗 我主语是QY糖点抗 ADFS 这个ADFSQY糖点抗 那么映射到我们的 我只有一个机器 就这个2019 10.1.1.10 还需要一个CERT认证 CERT认证.ADFS.QY糖点抗 也是10.1.1.10 这跟这个证书里面的信息有关系 E有两个域名 就是这两个域名 证书里面有这两个域名 所以说这两个域名呢 都要做D应该是映射 都要映射到10.1.1.10 反正这些准备工作呢 应该在这个277里面都有 去年的277里面都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好吧 反正我现在这个环境呢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ADFS呢 有 证书也有 域也有 DNS也有 反正也注意这几个证书 DNS 一定要注意 有域 有ADFS 反正现在是这个情况 我全部都有了 好 然后现在呢 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添加一个 其实也就是添加一个信任了 就是他们之间 我们再回顾一下他们之间 要建立一个信任关系 对吧 现在呢我们要添加一个信任 好 断言感知的 好 这就直接填这个AWS的这个链接 我说我们这个 这个设备是可以上网的 但是呢 它是躲在一个pad后面的 它可以直接访问AWS 所以说呢 就没有必要把AWS的一个XML文件 那个原数据文件 烤过来 你直接给一个链接 其实就可以了 链接 这是它的这个链接 链接 OK 我直接贴过来就好了 好 然后呢这个下一步 好 这个地方呢 起一个它是显示的名字嘛 你要起一个看起来好看的名字 就是说这是什么地方 AWSweb服务 起一个名字 就是说后面呢可以选择 你选择登录AWSweb服务 然后呢你就可以梳理的 在域里面的用户密码 你输对了之后呢 就可以转到这个AWSweb服务这边去 这只是一个显示的名字 没有什么太多用 好 好 这个呢 防控制呢就任何人都可以来 并没有什么控制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认证 没有 这波操作呢基本上就一个点 就相当于他们彼此要认证嘛 对吧 那么ADFS呢相当于 现在已经认证了这个 已经获取了这个AWS的一些原文件 他已经认证了AWS 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吧 其实呢你可以看看这个属性 然后呢你可以测一下 你看是没有问题的吧 这是OK的 好然后呢你右键 然后呢去定义这个 断言的这个相应的一些策略 就相当于我要把哪些属性发过去 通过断言把哪些属性发过去 OK 我们再看看理论啊 这个这个 以防大家忘记了啊 就是开始要信任嘛 开始要信任嘛 对吧这个地方要信任嘛 要交换这个原数据文件嘛 相当于呢 左边呢就是我们的ADFS 微软的U 右边呢就AWS 我直接把AWS这个 这个链接贴到了这边来 他又可以上网 直接就可以获取了 也就是说呢 我左边的IDP已经信任了这个SP 这个操作咱们做了 还有还有一个呢就是 你看这个断言文件啊 当你这个认证认证过了之后呢 要发这个断言文件过去 这个断言文件里面有什么呢 有什么 连马ID 比如说邮件什么的啊 然后呢认证方式这个跟我们 其实这个认证方式一会儿还是自动产生的 还有发一些属性过去 对吧 你还可以去发一些属性到这个 SP里边去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定义这个 断言里面的这些属性应该发哪些东西过去 基本上就是这个作用 好吧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添加一个规则 第一个呢我们要添加的是 转换 转换一个incoming的断言 其实也就是说把我们的 你可以认为是把我们的微软这边的一些东西 一些属性 转换到另外一个属性 转换到一个断言的一个类型 然后呢发到这个AWS上面去 就是把我域里面基本上管 管这边叫属性对吧 然后呢转换到一个断言的一个类型上面去 然后发给AWS 基本上就是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然后呢第一个呢这个这个名字不是很重要啊 叫lem id lem id 好 那么就是把我的哪一个属性呢 把我的windows的 windows的 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英文版 你想想你自己用老补一下 这个东西如果是中文呢 我的天这个我我我看了懵逼了 真的看懵逼了就是 完全搞不懂这什么东西啊 所以用英文还是要好一些 因为文档都是都是都是英文的 windows accountlem就是微软的账号 然后呢我们要映射到他的这个最关键的lem id 好我这个账号呢是一个持续性的id 对吧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是持续性的就是不是临时的东西 好吧 那这是就是相当于把我的微软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属性吧 啊然后呢转换到一个这个初方向的这个 就是他的lem id 就是我的账号 转换他的到他的lem id 这是一个硬式关系 OK就是什么是lem id 就是我的账号 就转换成为他的这个断言的lem id 我是一个持续性的id 这是一个搞定 这是一个搞定 就把那些属性发过去 这个做完之后呢 后面我们可以做一个 用这个firefox的这个samo这个tracer 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个 lem id是持续性的 然后呢是qitown administrator 这就是重要的lem id lem id 这是一个 好继续再添加 下一波操作呢是 发送我们 直接把我们的ildab 就是把我们的ildab 就是把我们的ildab的属性 作为一个断言的内容 发过去 好 其实你可以发很多啊 你可以发很多过去 但是这一次呢 主要是叫做一个raw session name 好 我们要把什么属性呢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在微软域里面的 我们最熟悉的三个accountlamp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 在域里面的上号嘛 三accountlamp 这个也觉得 你如果懂微软的话 基本上也都明白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好 映射到这个属性 应该叫这个类型 就是这种类型 这个lw的属性 映射到一个 这个断言的类型 lw属性到断言的类型 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一个 URI的这种形式 来体现出来的 一个断言的类型 这是 这个samo的一个属性 叫raw session name 你的名字 会映射到这个断言的类型上来 你看一下它 我们 后面在 debug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属性 然后呢 属性的这个名字 你看就是这种类型 看到了吗 然后呢 s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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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型 你看名字就是这个类型 这种类型 raw session name 这个也搞定 第三个 第三个就有点神奇了 第三个 是这样的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是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在本地呢 要创建 两个组 这个组名呢 应该叫 qy糖 adfs ec2 这是我的一个组 我要映射到 aws里面的一个raw的名字 也叫qy糖 adfs ec2 我把我的用户认证 用户属于这个组 然后呢 我把这个组的名字 映射到这个 aws上面的raw的名字 当然了 名字可以不一样 但是呢 你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案 把这个组和这个raw 进行一个映射 理解吧 其实名字稍微有差异 也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 映射套路 我本次呢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的组的名字 跟那边raw的名字 要一模一样 这个raw的话 我还没有创建 一会再创建 都是创建的 好吧 那么我先创建这两个组 就说呢 一会儿呢 这个组里面的用户 登陆进去呢 就有ec2的完全的权限 你怎么玩都可以 当然你也可以 反正那就是im的一个技术了 就说 另外一个组呢 是s3的权限 当然呢 你为了测试方便 其实你可以做两个用户 一个放到 然后分别放到这两个组里面去 但是这次呢 我现在就是管理员啊 所以说我就直接把我的管理员 放到这里面去 一会儿好测 好吧 我的管理员放进去 一会儿就管理员一进去之后 发现 能映射到对方的 我是两个组的 然后呢 可以映射到那边的两个raw上面去 当然你可以建议你 做一个普通用户 就是每一个组一个用户 然后呢 你分别用那些用户来做认证 也行 我这个就 就这么做了 好吧 两个组 一会儿呢 我们会那边呢 也会做两个raw 跟这个名字一毛一样 那这样的话 我的管理员认证过了之后 我是属于这个组的 又映射到那边raw 属于这个组的 又会映射到那边raw 那你会发现那边有两个raw 可以让我选择 当然了 你可以两个用户 两个组 两个raw 这样映射效果会好一些 我今天就用管理员来做了 好 这个 做了 下面呢 你做了这个组呢 基本上就理解这个操作是干嘛用的 这是一个自定义策略 使用一个自定义规则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干嘛呢 就是一会儿你不是认证了吗 认证了之后 你属于哪个组 我们是不是应该搞到呢 就是首先你认证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应该得到你在这个域里面 你的主信息 你有几个主 都要把这个主信息给提取出来 这是一个策略 先给你贴一下 所以说呢 你要让我从头写呢 我不会写 那我可以给你解释 这是干嘛用的啊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首先呢 这创建了一个临时变量 比如说这暂时只是一个临时的东西 是这么回事啊 有两个 这一个呢 先提取你的主 给它设置成为一个临时的一个值 你不有主了吧 这个主放在一个临时的值里面去了 然后下面再做一个策略 基于你的主 去对应到相应的raw 理解吗 就是这先找到主 这是个临时变量 就是你像你做python语言 你先找这个东西 先负一个变量 你可以理解吗 就负一个变量 然后后面再提取这个变量 然后把这个变量呢 和那个raw呢 做一个映射 这样的话你的主到raw就映射上了 这个只是提取 就是说从微软域里面来提取你的这个 你看啊 这相当于呢 就是得到了 你的c 这其实就是你的那个账号 相当于你的windows账号 然后呢提取你的相应的这个组 然后呢设置了一个临时的变量 先 先尿了 好吧 然后呢便于后面呢 再提取临时变量 你不是有主了吗 提取临时变量 然后再映射到相应的这个 这个这个那边的raw上面去 就这么个作用 所以呢这个只是提取你的用户 用户的值 然后呢提取你的主 然后呢设置一个临时的变量 就这么个作用啊 这个就这样 好 下面再来一个 一人自定一策略 好 这是raws 好 来说说这个啊 我来 我来说说这个啊 那么这个套路呢 就是说 刚才你不是设了一个临时变量吗 你看这不是临时变量吗 对吧 刚才你看看啊 你刚才你 你不是设置这个临时变量吗 好 你设这个临时变量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找这个有qy糖开头的这种值 我那个组不是都是qy糖开头的吗 对啊 我这个组 我这个组不是都是qy糖开头的吗 找这个qy糖开头的值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叫映射到 映射到什么值呢 映射到对边 对边那个属性这个raw的那个值上面去 那么怎么去替换呢 你看啊 正则表达是替换 怎么替换呢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qy糖开头 Qy糖 比如说你看看啊 我给你写一个啊 我把这个qy糖 本来应该是qy糖 adfs ec2 对吧 这是只要是qy糖开头的 只要是 我挖的小点啊 这个优势比较大 只要是这个 只要是这种开头的 我要给它做一个替换 我要给它替换成为什么呢 我给它替换成什么呢 就是 你看啊 这个东西只要我在我的账号 这是我的账号 这是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下面创建的 在我的账号创建的raw 那么基本上都这个格式 这是我的账号下面的raw 都应该是这个格式的 比如说呢 我会把你这个地方 把这个 把这个地方切掉 把这东西替换成为前面这个部分 好吧 那么这所以说呢 这是我的主名 这是我的raw的arn 你看这样的话是不是映射起来了 就是把这个切掉 然后呢 把这个替换上去 这就是我在 AWS的raw 所以说一会儿呢 我要创建一个这么一个raw 跟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然后呢 前面呢 就是这个一个 IM里面的 Send 一个provider的这么一个 ARN 一会儿呢 我会起一个名字叫做 ADFS 一会儿呢 你看我们记住这个东西 一会儿我们还会再回来 一会儿呢 我会创建一个这个samo 的这么一个提供者 名字呢 我起为ADFS 也就是说呢 前面这个地方 替换成为你的账号 然后这个地方呢 替换成为一会儿你要创建 一个samo provider的名字 一会儿我准备起的名字 就是ADFS 就相当于呢 实现了这么一种替换 还好吧 就是刚才那个东西呢 第一个操作就是提取所有的组 设置为临时变量 然后呢现在呢 我找到以QI谈开头的临时变量 然后呢 我把这个值呢 从它器换成为这个 就这么个事儿 好吧 其实还好吧 这个格式又不是Python的 我看起来有点懵逼啊 但是稍微花点时间 其实也就好了 我觉得还是好理解的 好吧 那这个 我贴到这就可以了啊 一会儿一定要做这个 叫ADFS 这是一个名字 好吧 这样吧 我改 QYT ADFS 好吧 这样的话你知道 这明显就是我自己做的啊 QYT ADFS 一定要注意 QYT ADFS 好 就这样啊 就这样 好 这个 这边应该就算是做完了 你看一会儿 它又会直接发这个raw 就说我能够印射到这两个raw 上面去 这就是提换后的结果 看到吧 好 这个就算做完 做完 好 下面的任务呢 就是说 你应该把这个IE的安全给 给关掉 因为我这儿一会儿要上网 把IE安全 这个地方 给关了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iis 要往https 往下 https web服务器 绑一下https 绑一下https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下载 我本地的ADFS的那个原数据 最好装一下Firefox 因为浏览器这个监中性不好 下面呢 就是我们去下载 我们的这个原数据文件 这是我本地的这个域名 你用127.0.0.0.1 你用localhost 也都行 好吧 就 当然用这个mini行也可以 直接用图序话见面吧 应该也都没问题 就是相当于是我下载我本地的这个 ADFS的原数据 他们不要信任吗 对吧 再回顾一下理论 刚才 刚才我是在ADFS上面加了AWS的 现在AWS要逛我们的 但是AWS呢 没有办法直接访问我们 因为我们躲在pad后面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下载好了 然后去灌到这个AWS里面去 好 没问题 下面呢我们到我们的AWS里面去 我们登录一下 我收一下我的账号啊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到IA 添加一个身份提供商 其实我应该最好用英文会比较好一些 就这样吧差不多啊 添加一个身份提供商 然后呢这个地方给名字 好吧 这个名字啊 刚才我可自我发挥了一下的啊 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名字 QYT ADFS 选择文件 添加提供商 添加完了之后你点进去 你看它的ARN 复制 然后呢 你再回到刚才那个地方 其实这个ARN 你其实就贴在这儿 Ctrl V 其实是一个意思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ARN ARN 那我就不改了这个东西啊 好像帮我换了行 这个地方其实填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其实填的就是这个ARN ARN 可以一下吧 好你看啊 这个链接其实有的 这个你看这个这个链接其实有的 OK 他如果说直接可以开 他可以直接访问的 但是但是其实通不了 好吧 但是通不了不影响不影响 其实不影响的事啊 好这个也说了 下面呢我们需要去这个做完了啊 下面呢我们要去创建两个ARN 那边ARN没有 好现在我们要创建两个ARN 按照我的印象关系呢 其实要匹配起来啊 你看ARN这次我们要选 SAMO2的联合身份认证 然后提供商呢 是这个提供商 然后允许编程和这个 Console Web页面 这个页面的 访问 下一步 好为了简单点啊 就第一个叫EC2吧 我就给他EC2的完全权限 这是个展示啊 EC2的完整访问权限 好这叫名字要一定要印射 完全要一模一样啊 ADFS EC2 跟这个主名是要一样的 因为刚刚我们的替换关系 就是这样的啊 EC2 Full Access 创建 好再来一个 SAMO2联合身份认证 这个提供商 这个提供商 因为我们的策略就是这么做的啊 这边也这个raw也准备好了 基本上就快完了啊 这个准备好了 下面呢我们那个 ADF的登录页面需要激活 他没有激活 需要通过这个东西呢 来做一个激活 激活之后就可以访问那个页面了 激活这个登录页面 好这个也OK 好下面呢你就可以去登录了 这是你本地的域名 其实就是你127.0.0.0.1 没问题啊 ADFS LS IDP 你看IDP初始化的登录页面 好你看啊 这是我们刚才显示名称 好开始输我们QI堂这个域 administrator 好你看这样的话 他发现我是有两个组 然后呢印射到了两个raw 那么我们现在呢 比如说我们要EC2 我们看看 好你看这个 是这个玩具缘吧 管理员 是这个raw 是这个管理员 addQI堂 这个域 有意思吧 然后呢你会发现我是EC2的 那我EC2应该都可以看 虽然我没有EC2 但是你会发现我看啥没问题 对吧 这个能看到基本上 也就表示我是有权限的 那你看我去S3 S3我也看不了 你看S3 我就完全是没有权限的 对吧 这个时候呢我先注销出来 先把它关了吧 重新再来 继续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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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看一下啊 现在看S3它它应该就OK 它可以看到我所有的桶呢 对吧 它看到我桶没有问题吧 但EC2这边呢 它没有权限 你看完全没有权限 是吧 然后呢可以看一下它的追踪 然后呢应该能够看到有SUM文件 你看明显能够看到SUM文件 好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 在这啊看这啊 用这个点点过来 就能看到它的这个SUM文件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几个稍微重点的东西啊 因为我这PPT里面都记了 这跟开始的理论 有一点关系 第一个呢我们发了一个叫做LemID 把这个Windows的账户 做成了LemID 应该LemID的比较重要的是Subject 這個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是比较重要的LemID Buy tell adme Twitter 是LemmaID 这是一个 LemmaID 这是一个操作 第二个呢 我们发了LW的属性 我们把3A counterlem呢 发到这个 这种类型的属性里面 发的属性 属性 这个3A counterlem adme Twitter 这是这个属性 也发过来了 这是一个 然后紧接着呢 第三个是发这个 获取组是个临时的 所以这儿没看不到 获取组是临时 这看不到 然后呢 紧接着呢 就是把它替换 成为 这个raw这种类型的 这有 就在下面 这也在属性里面 这个raw这个类型 还有你看啊 这是一个 raw session name 然后呢 这是这个 它的这个 印射的相应的raw 然后呢 这做了一个替换 这替换成为这种格式 这个也有 哈希和签名 还有几个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容器 就是沙漠的一个状态 就是是不是成功的 沙漠的一个状态 沙漠的一个状态 沙漠的状态 沙漠的状态 是OK 成功成功啊 这是一个状态 然后还应该有一个哈希和签名 哈希和签名 应该有一个哈希值和签名 哈希值和它相应的签名 签名的值 这也OK 然后还应该有个条件 就是限制的有效期 有个条件来限制有效期 哈 这是一个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就是认证的状态 应该是认证的这个类型 应该要认证的类型 就是通过密码保护的传输 通过密码保护的传输 这是当时在这儿 我们再看看理论 再回顾一下理论 做完实验之后 我回顾一下理论 我感觉效果会比较好 有lamaid 就是这个认证的method 就是密码保护的传输 刚才属性也看到了 刚才我们的这个 有效器也看到了 那颁发者 应该也有颁发者 颁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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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一下理论 这就是我们的Summo 那么希望下一次进化论呢 我能够再基于这个继续来做一些 这是灯物页面嘛 下一次我希望能够做一个 这个灯物去访问服务的这么一个操作 好吧 这两天我研究研究 好吧 今天就到这啊 点赞转发 收藏 好吧 关注一下我们前一堂的新课 关注一下我的Python的课程 关注一下我的VIP的课程 好吧 那好 今天就到这